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由男友马国明 而黄欣颖看到视频曝光之后 则是在第一时间内飞到国外 并且放弃了高达6000万的代言广告 要知道 黄欣颖在与许志安爆出这种新闻之前 她的私生活就一直是媒体的谈资 一度被誉为最强娇精 公开给男友戴绿帽 勾引已婚人夫的黄欣颖究竟有何地气 黄欣颖出生于1989年 她成长在一个中医世家当中 父亲是香港著名的中医 由于父亲工作的缘故 她与父亲经常是聚少离多 而母亲与父亲的关系也并不是很好 两人在一起经常会出现一些斗嘴的情况 但是总体还是比较幸福的 但是幸福的时光也是短暂的 不久之后 母亲便发现父亲出轨了 于是一气之下的母亲便带着年幼的黄欣颖 以及她的姐姐来到美国纽约定居 而父亲则继续留在香港行艺 黄欣颖来到美国之后 她进入了古伦比亚大学进行学习 由于黄欣颖身材高调 长相较好 从小自立自强的黄欣颖 就希望能够自己赚钱 于是在毕业后 她又重新回到了香港 开始寻找能够进入到娱乐圈当中的机会 在无意当中 她得知了香港要举办选美比赛 于是黄欣颖当即参加了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并且成功在比赛当中获得了亚军的荣耀 毕竟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是很多女孩心目当中的梦 曾经有很多知名的影星 都是参加过选美比赛的 如蔡少芬 张曼玉 赵雅芝等 想要成功进入到娱乐圈当中 通过参加香港小姐选美比赛 是最佳的途径 果不其然 黄欣颖在参加完比赛之后 很快就被香港无线电视台签约 并且正式成为艺人 但是娱乐圈并没有黄欣颖想象的那么简单 毕竟圈美女众多 如果单凭美貌 如果没有人脉关系 是很难出彩的 于是黄欣颖便开始寻找自己的心仪对象 希望能够借其上位 随后娱乐圈当中便传出了 黄欣颖与其他男性的众多绯闻 其中不乏一些前辈级的人物 如欧阳振华 罗嘉良等 甚至多次插足别人的婚姻 在2014年 她曾经与吴启华传出过绯闻 因为黄欣颖的介入 使得吴启华的婚姻出现了问题 这次事件后 黄欣颖也不知怎么了 可能是被刺激到了 从那以后 她就开始专挑已婚或有女友的人下手 以拆散婚姻和感情来达到最终目的 并且对此乐不思数 第二年 她又与王浩信传出了绯闻 在王浩信与太太陈自灵冷战期间 黄欣颖介入到两人的婚姻当中 趁虚而入 使两人的婚姻产生裂痕 虽然说对于这些绯闻 黄欣颖都失口否认 但是网友们却并不买账 依靠这些绯闻 黄欣颖的人气暴增 并且获得了最强交金的称号 虽然说黄欣颖的情史众多 但是在她的众多情史当中 不得不提到马国明 其实黄欣颖与马国明的相识 也是阴系结缘 在她拍摄《为时神探》时 认识了马国明 拍摄完成之后 黄欣颖就向马国明 表示了自己的好感 并且向其说道 其实我对你一直都是非常崇拜的 从刚参加港姐选美时 就是您的小迷妹 希望您能接受我 但是马国明表示 自己对她只是朋友 并没有其他的想法 而且两人岁数相差较大 马国明也担心自己 配不上黄欣颖 之后两人又共同拍摄了《攻心记》 在拍摄当中 黄欣颖更是不断地对马国明献殷勤 甚至还送给她价值几万块钱的表 面对如此热情的女孩的追求 马国明开始对黄欣颖改变了态度 并且两人逐步打得火热 而在外人看来 这两人的恋爱关系就已经确定了 甚至还有人多次打去黄欣颖 称其为马太太 对此黄欣颖并不做出回应 甚至还很开心 而当媒体询问到马国明时 马国明也大方地承认了自己与黄欣颖的恋情 并且表示 欣颖是一个好女孩 她是上天送给我的礼物 我一定会好好地把握并且珍惜她 本以为与马国明恋爱之后 黄欣颖就能够稳定下来 毕竟在娱乐圈当中 像马国明这样没有绯闻且善良多金 长相帅气的男星已经寥寥无几了 但是黄欣颖却并不珍惜 据了解 黄欣颖在与马国明恋爱期间 还被网友拍到 他与男星周志康一起到夜店唱歌 并且亲吻南方的照片 当记者询问 马国明对于此事的看法时 马国明依然维护黄欣颖 并且表示 欣颖与周志康并不熟悉 那次只是朋友聚会 除了这次之外 黄欣颖还曾诱惑太阳娱乐老板喜敏华 不断地向其表示好感 并且还会经常自己参加太阳娱乐的活动 但是见过大世面的喜敏华 对于黄欣颖的诱惑并不以为然 甚至还非常讨厌 当黄欣颖见到自己的美色并不管用事 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太阳娱乐旗下的歌手许志安 要知道 当时的许志安已经结婚 他的妻子就是著名歌手郑秀文 郑秀文是当时香港乐坛当中 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曾有人称其为无冕之王 她不仅涉足香港乐坛 还为香港的影视事业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郑秀文不仅关注事业的发展 在感情当中也丝毫不懈怠 郑秀文与许志安属于女强男弱的状态 在郑秀文成为巨星时 他的男友许志安 仍然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歌手 但是这些并不会影响到两人的感情 对于两人的感情 郑秀文曾公开表示 我从小就是许志安的粉丝 随后我们又进入到同一家公司当中 在长期接触时便互生好感 最终确定恋爱 但是这段感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在2004年 许志安向郑秀文提出了分手 郑秀文无法忍受感情的伤痛 每日都沉醉在往日甜蜜的回忆当中 为了走出感情的伤害 便沉浸了很久 许志安在与郑秀文分手之后 又先后与助手潘恒章 模特徐德林谈起了恋爱 而这几段感情都是无疾而终 在此期间 许志安与郑秀文始终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在分手七年之后 许志安又请求与郑秀文复合 而两人也顺利地结婚 郑秀文在等待了20多年以后 终于为感情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本以为经历了20多年的两人 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 可这一切的平静都被许志安和 黄新颖的基本视频给毁了 其实黄新颖与许志安并不是一个偶然 在此之前 黄新颖就曾多次向许志安表示好感 并且主动追求许志安 而他追许志安的方法 与他追马国民的手法如出一辙 他先是向许志安表示自己是他的歌迷 然后多次来到许志安的演唱会上进行捧场 通过歌迷的身份与许志安合影 随后又多方打听许志安的兴趣爱好 当得知许志安经常到健身房进行健身时 又主动邀请许志安一起健身 在健身完成之后又会一起聊聊天 有时候还会在一起吃饭 随着了解的深入 许志安逐渐地对黄新颖产生了好感 而黄新颖也开始酝酿着下一步的计划 他为了能够进一步地获取许志安的心 就主动结识他的妻子郑秀文 并且多次要求郑秀文一起健身 而郑秀文并不知道黄新颖的心思 反而是将他当作闺蜜 这种关系也能够有效地避免 郑秀文对两人的关系起疑心 黄新颖凭借着他机密的部署 成功地拿下了许志安 但是在一次饭局当中 黄新颖与许志安还有另外一位朋友 共同搭乘出租车 在搭乘出租车的过程当中 他们突然要求朋友下车 也正是因为这一举动 才使得黄新颖与许志安的关系被发现 此事件爆出之后 黄新颖与许志安的事业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 黄新颖所参与的电视拍摄 以及代言全部暂停 商家们纷纷取消与黄新颖的合作 此时的黄新颖已身败名裂 想要重新回到娱乐圈 也基本上不可能了 而许志安受到此事的影响 不得不取消了林奇的演唱会 并且公开宣布 无期限地退出歌坛 得知闺蜜出轨自己老公的事情 郑秀文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整个人心情都非常低落 而且目前的郑秀文 也已经搬回到了父母家中居住 这件事情还未结束 有邻居们爆出 黄新颖经常在马国民出差期间带陌生男伴回家 其中有两位分别是乐队当中的男TJ以及吉他手 这个消息爆出之后 更是让网友们彻底惊呆 看来黄新颖出轨对象 不止许志安一个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心疼马国民 这绿帽子戴得也有点太高了 现在的马国民依然还在TVB当中工作 他的事业也处于争争日上的阶段 并且还传出了与现任女友汤洛文的感情 据相关人士透露 两人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还是希望马国民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毕竟在于黄新颖的恋爱当中 马国民确实是一个受害者 很多人都说黄新颖之所以会造成现在这样的局面 就是因为他咎由自取造成的 不值得同情 其实确实如此 不管是做人做事都不能太过自信 哪怕是嚣张也需要有个限度 不能将别人对自己的好视若无睹 否则所造成的恶果也只能自己承担 在我们生命当中 如果一旦走错路还能够原路返回 但是人生的路一旦选错之后 就很难再回头了 正所谓人生如其 一步错步步错 想要不走错路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摆正自己的地位 了解自己的需求 抵制诱惑和陷阱 这样才能够让人生的路走得更好